2月21日晚印彩爸爸空降粉丝群 晒出一张加斯宝和外公外婆聚餐的照片 并称 愿大家一切顺利开工大吉 照片中加斯宝身穿喜剑的红色上衣 乖巧的握在外公怀里露出满脸笑容十分开心 外公外婆保养很好可非常的年轻 看得出来有孙子陪伴格外开心幸福 此微博曝光后网友分分为官并留言称 好可爱 爱死婆婆了小乖乖幸福时光 加斯宝和陈小春参加综艺节目 借宿路人家中 老爷爷对加斯宝超级疼爱 得知经费不多 加斯宝更同言同语说出他们没有太多钱买菜 听到这些老人家很是心痛 老爷爷突然起身走开去房间拿了钱给加斯宝 一旁的陈小春惊讶不已 更告知儿子不能拿 当加斯宝还给一旁的奶奶时 陈小春还用英文强调 要求儿子用两只手将钱还给对方 不过爷爷不放弃 最后把钱塞给陈小春 他为难收下后却在离开时 悄悄把钱放回桌上 超级有礼貌 或一众网友大赞家教真好